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5月16日 今天是星期四 繼續來到 是星期四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 再揭露今天的時事 今天繼續是農曆年4月初九 今年是甲晨年農年 因為今天有節目調動 所以今天晚間的節目應該就只有這一節 最近開始 又有大量的黃標襲擊本台 暫時原因不明 暫時 攻擊的目標是無論本人 還有Tony也有的 目前原因不明 但據報 好像很多 YouTuber 尤其是時事評論 最近 都多了黃標 不知道跟甚麼事情有關 這一節我們要說的是 香港的間諜辦的問題 即是 香港 駐 其他地方 例如駐倫敦的經貿辦 這一節我們也要 抽出 香港政府的叛徒 這個就是行政會議成員 是湯家驊 我們跟大家做過詳細的分析 關於這個 為甚麼會有間諜辦 這件事的出現 我相信這件事絕對 是國家機密來的 截至今節為止 足足 過了接近三天 還未見到 香港的保安局局長蒲頭 鄧炳強 仍然 是極度深切 我相信 香港的間諜辦絕對是跟鄧炳強有關係 我一直都判斷 香港的行政會議 這一班是花瓶來的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 中國共產黨 覺得你香港的所謂行政會議 其實就等於政協 根本 是不會掌握 政治的實際情況 所以我看到湯家華現在出來 基本上 你可以用胡言亂語來形容 但又不是站在 香港政府的這一邊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各位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星期二日報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基本上跟看節目一樣 敬請每一位聽眾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經濟能力許可聽眾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也請各位透過本台連結 如果安裝VPN 記得 是透過我們的連結安裝 我跟大家再分析 香港 的行政會議 例如湯家華 葉劉淑儀 這些人 肯定對於 中共 中共 要用香港 下一盤大棋 他們肯定 是不會知情的 即是說 其實現在 的行政會議很明顯 對中共來說是變成 統戰組織來的 變成了政治協商會議 而政協 根本不會知道 共產黨的實際運作 共產黨 香港的慣性就是 行政部門 紀律部隊 其實是負責的 例如 中國大陸 裡面 下有中紀委 下有公安部門 下有國安部門 其實真真正正主導的就是這幾件事 再不是 加上 解放軍 基本上 就是握槍的人 大致上是 作主的 所以 香港是類似 現在的情況 即是說 表面上香港政府存在 實際上 其實現在香港是一間巨大的國安 和公安局來的 其實他們要做的 就是 所謂的維穩工程 香港的經濟 為甚麼我們說會沒得發展 為甚麼香港的藍絲商家會出事呢 就是因為現在肯定對北京來說的大局 香港經濟會否毀滅不重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往這些由民主派 做叛徒 然後跳過去做建制派 例如這個湯家驊 還有 葉劉淑儀 葉劉淑儀當過官員 但是他港英年代就已經 在香港做過官員 對中共來說 葉劉淑儀是永遠都不會被信任的人來的 因為 中共就是一個會四周圍派間諜 去對方國家 的一個國家來的 他絕對不相信又不是自己系統出身的人 不是自己培訓的人 是會對 政權 是可以信賴的人 即是說這些曾經 在港英政府做國 的人絕對不可靠 絕對有機會成為英國間諜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葉劉淑儀和湯家驊這些人 除了出來 抽水亂說話之外 基本上 他們好像 完全是置身事外的 整個 香港經貿辦的部署 他們完全不知情 內容是怎樣 他們完全不知道 我可以肯定 最少有三個人一定知道的香港 就是最高級別的官員 就是陳國基 李家超 還有鄧炳強 湯家驊最新走出來說甚麼 湯家驊一時又幫袁松彪辯護 進入人家家不是違反國安法 說得 口哭哭哭 就是 嘴巴發熱 你永遠看不到 湯家驊 是真真正正做實事的 但是他是行政會議來的 其實他 本身是政府一部分來的 但是湯家驊 最厲害的事情 就是有事發生 出來 接受 所謂藍媒的訪問 除此之外 除了被訪問之外 基本上 為香港政府做過的一件實事 是沒有的 你看回整件事 過去 那兩年的時間 為甚麼 香港搞來搞去搞這個禁制令 搞到今時今日 還是搞到一塌糊塗 就是因為 其實香港 那個注意力一早就已經 不再是在 香港本地做大project 香港這間巨大的保安公司 現在要做的project 是接手 是中國大陸 對全世界 滲透的間諜工作 所以你看到香港的國安案件 那些反政府示威案件 其實全部 是沒有了 就是因為 現在香港最大的功能 就是銷掉了北京 要做 是透過經貿辦 去取代 中國大陸對 其他國家 的滲透工作 而英國 絕對是重點之一 因為香港爆發移民潮 有大量香港人 大量的香港藍絲 全部 走到英國 是方便 香港搞起英國的滲透工作 所以他們 也是大灑金錢 不過金錢被人貪走了 湯家驊竟然出來 是扯香港政府後退的 他竟然說 香港政府的倫敦經貿辦 被降格甚至乎被關閉 也沒有辦法 說香港對英國 根本不是對等的 沒有條件 是跟英國政府 討價滑的 我真的有理由相信 湯家驊 是有意無意 是在煽動 經貿辦被關閉的 假如經貿辦 真的被關閉的話 等於 斷絕了現在 香港 2024 Project 這個Project 就是這兩三年 過百億的香港國安的維穩費 的下落 就是因為 香港接手 是在海外搞滲透 搞海外警察 中國大陸一直都在做 所以 你要銷售 北京 是做這件事 香港派紀律部隊做 絕對 是銷售的 因為北京從來都在做這件事 所以你看到了 現在香港政府的敵人之一 其實就是包括湯家驊在內的 湯家驊 因為在這件事上面絕對 是拿不到任何的好處 徹底是局外人來的 所以你看到葉劉 以及 湯家驊是拼命 要求關閉這個經貿辦的 簡直 就是要斷現在 政府 的計劃 還有財路 所以 其實 湯家驊很厲害 背叛完民主派 去做建制派 然後 又背叛 香港政府 又再出賣自己的同僚 以後應該叫他 做三勝家勞 看看他 什麼時候第三次出賣人 最好笑的是他徹底站在英國那邊 說香港根本沒有能力 跟英國討價還價 比較神奇的地方是 我竟然發現原來香港真的沒有Plan B 原來 就是一個大project 結果現在爆了一個間諜案件出來 是徹底的站在那裏 是完全沒有contingency plan的 所以 鄧炳強就是深潛 而李家超就只能出來割席 按照現在的走勢 香港經貿辦 下臂關門大吉 下臂的機會相當高 我們這節 和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國家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Surfshark VPN 國家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日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